在人类科技飞速进步的21世纪,我们对脚下这片大地的了解,仍然少得可怜。 迄今为止,世界最深的钻井记录,是位于前苏联克拉半岛的超深钻孔,深度达到了12262米。 如果将地球比作一个鸡蛋,那么坚硬的地壳相当于蛋黄,炽热的地脉相当于蛋清。 而薄薄的地壳就如同鸡蛋壳,令人震惊的是,这层蛋壳的平均厚度有17千米,也就是说,科学家耗费数十年,在地球这个鸡蛋上钻口,结果连蛋壳还没钻透。 近日,美国买胜理工学院的科学家称,地球深处可能蕴藏总量,达一千万里吨的钻石。 可惜这笔无胶的宝藏埋藏在地下一百六十千米深处,远远超出目前的钻探极限。 研究表明,这些钻石分散于大陆岩石圈的克拉铜构造中,大陆岩石圈是地球上不坚硬的岩石圈层,由地壳和上地脉顶部组成。 克拉铜位于大陆板块中心区域下方,在地质变迁中能长期保持稳定,不受造山运动影响。 克拉铜形出道义的山坠,深深插入地下三百多千米的地板中,最深的部分就被称为克拉铜根。 据估计,克拉铜根的钻石含量,约为1%到2。 根据地球克拉铜根的总体积计算,150千米至240千米的地球深处,蕴藏的钻石总量达一千万一十十六对。 二,该研究由美国麦省理工学院和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开展,通过分析美国地质调查局数十年来积累的地震数据,科学家得以重建地球内部的影像。 通常来说,克拉铜根钩发的温度更低,密度也小于Daman物质,因此当地震波通过克拉铜根时,传播速度应略微提高。 但奇怪的是,地震监测数据显示,地震波在克拉通过道中的实际传播速度比理论是要高得多。 通过构建地震波三维模型并和不同种类的矿物质进行比对。 科学家发现,只有一种岩石成分和地震波模型完美吻合,即包含1%到2钻石的橄榄岩和少量流灰岩。 地球物理学家福尔表示,钻石形成于地球深处高温高压的环境中,只能通过火山爆发形成的地质管导输送到电面。 但从地质学角度来说,钻石远远撑不上稀奇珍贵的矿物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